各位观众 各位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前进观见马 我是谢志分析师 最主要 昨天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费城半导体大涨 大涨了超过3% 而且创新高 那它当然就带动了 所有相关半导体的股票 今天都有比较好的表现 那像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图卡方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世新KY 那我把它的日线 拉得非常的长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哪里 这个是两年多前 两年多前的世新KY 也就是民国110年的时候 它的收盘价 收在363块钱 那这是今天的世新KY 它收在3520块 两年多的时间 它从300多块 涨到了3000多块 涨了差不多10倍左右 那这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 为什么像世新KY这样子的股票 它上涨了10倍 那为什么多数的投资人 都没有办法把握到这个10倍的涨幅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还有一个300多块钱的世新KY 第二的话 那我们会不会想要好好的来去把握呢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图卡方面 这是一星科 它刚新贵 才新贵六天而已 那如果我们从K线图来看的话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它目前的走势很强 简单来说 成交量也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它整体的这个走势 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支一星科 它跟世新KY又有什么关系呢 世新KY我们都知道 它是做ASIC 而且是7奈米的 就是高阶的制程 然后还有这些turnkey 它也就是呢 这种统包的一站式的服务 那这个一星科也一样 它做的也有做IC设计 它也有做IP 另外呢 它一样也有做这个 我们可以来去看到 它一样有做什么呢 像是哦 这是它过去的 它过去的成功的案例 那其实它的内容做的非常多 不管是CPU AI 还是呢 车用的 都有做到相关的 那为什么 一直这样子新贵的股票 它让人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世界先进的子公司 那它也可以说是台积电的孙公司 那它现在才刚开始新贵而已 它的价格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价格现在哦 是大家还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 今天才收在357块而已 而且很明显呈现了一个这个上升趋势 它呢也已经呢超越了刚新贵的这一天的这个上影线的高点 然后走势也是强势的情况 那为什么像是四星KY这样的股票 它涨了10倍 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握住呢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哦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一只股票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 它会涨到哪里 那这可能是最主要 散户呢会有的问题哦 它没有办法知道呢 一只股票究竟能够涨到什么样的位置 也就是说呢 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潜力 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位置 那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图卡哦 像是四星KY哦 它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以来 它经过了一波上涨之后 那它呢整理的时候呢 有整理了很低 有两波很低的情况 后来又持续来去上工 那就算我们看比较最近的这 最近这一年的上涨好了 它呢不乏哦 中间也有很多的 大幅修正的情况 所以这样子我们理解了什么事情 那也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于 当股票在上涨的时候 我们呢没有办法理解 它到底是一个修正 还是做头了 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投资人呢 明明一只股票呢 它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我们却会如此的恐惧 明明我们就是赚钱的时候 那为什么它呢只是向下修正的时候 我们会这么害怕 每一次的下跌都觉得它是做头了 每一次的下跌都觉得完蛋了 结束了 以至于呢 我们总是养成 明明有一只股票很好 但是呢我们涨了一点点 就决定把它卖掉了 那现在呢 有这样子的四星第二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现在价格才在三百多块 那当然哦 因为它是新贵的股票 所以它的涨跌幅的限制比较大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的人哦 那也应该哦 来跟着我们的脚步 因为本身哦 它并没有每日的这个 10%的涨跌幅限制存在在里面 那它呢 基本上啊 它就是台积电的孙公司 那它之前呢 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图卡 你会觉得哦 它过去的成功案例 来到12奈米 你们可能会觉得12奈米没有什么 但是呢 这个12奈米啊 它其实是过去式啊 它现在最新的认证的 已经到了7奈米的程度 而且啊 我们可以看到 简单来看一下 它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像是它在IC设计方面 它有做到系统单晶片的 有AI 有CPU 也有车用的 然后呢 也有这种影像截取的 影像截取的 工业用的 物联网的 也就是说啊 它用的范围啊 除了这个工业的应用 自动化的工业 车用 甚至是这些通讯 它都是有涉猎的部分 那当然因为这个新贵的股票 它的日的涨跌幅 是可以超过10%的 所以说呢 本身 我也没有在推荐个股 那如果说想要操作任何股票的话 欢迎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前进关键码 今天大家心情一定很好 为什么 来看这里 股王在创新高 上个礼拜二我就提醒各位 他换多 既然换多 不要设定他会涨到多少 所以他你看不断地创新高 好 大盘 今天盘中虽然有新高 但是 但是 林门一脚没有上来 最重要是 来 台积电已经正式又翻多了 台积电曾经在这个位置翻多 然后呢 整理还没有结束 又重新再来一次 今天又正式翻多 既然 股王创新高 大盘今天有创新高 虽然没有翻多 短多 因为是长多里面的短多 好 那台积电已经正式翻多 代表什么 这个高点理论上要过去了 好 广达比较可惜的是 他还没有跟上来 这个就是以上的解读 最重要是 我说你们为什么高兴 好 你看我的电视 你会 掌握到很多 我说 很多契机 不然我问各位好了 你看投顾节目看什么 看头到这框的 你看的是 你能不能看到 一些比较负责任的投顾分析师 他在告诉你未来的方向 或未来有新的题材的股票 还是你在看涨停板而已 所以我说 大家应该很高兴 我不断地double check 再告诉各位 明年是什么样的延年 明年 我把它设定叫冷钱包的延年 就像我们广告里面的冷钱包 为什么 曾经世界守护 他跟你保证 你给你赶紧了 在这里 我说马斯克大战 冷钱包 你只要记得冷钱包就好了 其他内容 反正你以后一定会有 现在没有 你未来一定会有 因为它就不会造成时事 那会造成风潮 潮流 就像刚开始手机出来 请问是智慧型的吗 对对 就好像现在老人机一样 没有彩色的 只是打电话而已 可是现在智慧型手机 大家都会用苹果 为什么 功能多 然后潮流 你不用你会被人家笑 等到有一天 你没有冷钱包 你也会被人家笑 其实也不用说 你会被人家笑 因为银行自动会帮你换 银行就会自动帮你换 因为它功能比较多 所以各位 这家公司 它的Bitter Key的冷钱包 是在明年 注意看 它明年初要开始花后 开始出货就对了 明年 明年 然后要卖多少钱 一个半 150块美金 其实150块美金 不是贵 因为你银行的信用卡 它从里面 你刷卡里面扣就好了 对不对 它是150块美金 来我们看台湾 台湾这一家 好 台湾这一家 它不是比 比马斯克看的 这个还要早 马斯克 马斯克这个是 它说明年才要出货 那台湾这一家 Bitter Bitter 教育手 它出的冷钱包 是什么时候 昨天 它那昨天就开始 预购了 12月11号开始 预购 好 然后呢 台湾这一家的成本 多少钱 我们来看它的成本 我们的成本 12块美金 150块美金 银行可能就会 帮你换系统卡 不要说12块美金 12块美金换成台币 才多少钱 500块有购 是不是 那刚刚那个 Bitter key 1500块美金 无形中 你这样跟你换 你不痛不癢 你也不用主动去换 它就帮你换掉了 那对 对这家公司来讲 对这家冷钱包 这家公司来讲 有多大的商机 所以为什么 来 为什么我告诉你 它的 来 我告诉你 它明年换 赚多少钱 我在这里讲的时候说 它今年的话赚1.68 人家估的 可是 可是它到十月份 已经赚了1.82了 1.85了 就大概1.85 可是人家才估 今年赚1.68 它有两个月 两个月营销还没算进来 然后明年 我在跟你讲 明年11点47 跟36点48的时候 你们一定不相信 对不对 10月23号 我在讲 它80块 然后我说 你去算本利比 投信的本利比 18倍 对不对 你18乘以 11.47多少 会算吗 我说二开头 当时80级 我跟你比这样子 没有人都会认为 它会来 对不对 然后再来 货年勾多少 36.48 2025年勾36.48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要出 MASTER卡要出多少 就是这多少 100万张 要出100万张 它要出100万张 而且它里面写得很清楚 来 注意看 每10万张贡献1块钱 100万张就10块钱 EPS 看到 明年就100万张 所以 所以它估的 估的这个不是乱估的 那等到 人手一张的时候 也就会好 36.48会不会来 EPS 我认得会来 那为什么 我说会来 来 我们来看这几天 它的走势 你看到它的走势 你就会觉得 它不来才怪 来 上礼拜一 最高200.5 好 打下去 爆量藏黑 我就跟你讲 西拉利 最后吃狗辉 这装实 对不对 那当天的金价 我们看当天的金价 我们在平均价钱 叫金价 12月4号 最高200.5 收盘177.5 平均金价是189.6 平均的价钱189.6 也就是 假设未来股价 超过189.6 假设未来有股价 超过189.6 这一支 棒 这支8623的 我们叫做爆量 它不落 不是在出火 它就在进火 我这样很清楚了 所以说就跟你讲 它装死 千金难买早知道 我都之前告诉你 好 然后呢 那我们来看今天 好看今天 今天 12月12 你看到的这一支在这里 爆炸量 今天呢 你看今天 今天多少钱 今天收盘197.5 它的金价是189.6 今天收盘197.5 197.5 其实昨天的收盘 收盘价已经创新高了 今天没有量 量收了 没有量 收到2326张 今天再创新高 197.5 那个逻辑在哪里 我说有一天 一定会有一天 一定会有一天 我们先把它讲长一点 我会带领我的投资人 在EPS36.48 当然 36.48 还没看到EPS36.48 我就会出场 我不会得到 看到EPS36.48 那是你们在看的 我带领我的投资人 搞不好明年 年中我就出场了 可是你也想 老师啊 36.48 是后年啊 那明年 明年搞不好就 十一二块 十三四块而已啊 可是 任何人知道 股价股价股价 股价的高点 是在反映未来 最少三隔夜以后的EPS 甚至半年 这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你是为什么输钱的 我看那个广达 来我们再看广达好了 我一直很喜欢用广达 来 你告诉我 广达的营收有上来吗 你告诉我 他营收有上来吗 你看广达的高点出现在哪里 280在这里啊 所以我说 我带领投资 你们去做80几块小说的广达 要赚这一段啊 啊 股价这里 营收有上来吗 营收还没上来啊 他股价先来啊 你看现在的营收 你告诉我 他营收是在这里比较高 还是这里比较高 股价高的地方 股价高的地方在这里啊 股价现在在这里 所以我说 36.48 这个36.48 我为什么要这么展天节节告诉你 我每次都要讲一遍 我讲任何一档股票 我在这里 刚开始带领我投资人 甚至请各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时候 我都说你一定在买 十月二三号我几个会 一个 我们开始买股 买这档股票的第一天 十月二三号只有一个会 那就要说十月份一个会 十月份一个会 一个啊 那时候八十块一个会 那今天呢 今天多少钱 在这里啊 十月二三号在这里啊 今天在这里啊 今天197.6 十月份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十月二三号啊 那我说三六点四八 三六点四八 你去把它乘你十八倍了 其实我认为 这份研究报告是低估啦 为什么低估再看一遍 他估今年一点六八 可是今年十月份已经一点八五了 已经一点八五还有两个月没算 所以一估 他通常一隔一大概在四毛钱左右啦 所以有可能今年有可能有法能估两块六啦 有专业杂志估两块六六 可是公司认为说 要以他们公司公告为准 啊啊啊啊这个才估一点六八 假设是这样子呢 他这个就叫低估 好那三六点四八来的时候 假设是后年要来 股价绝对在明年年中 再慢多第三季会来啊 你想到这个就知道 谢老师这支锅票可能要做紧固喔 当然啦 我要带领我所有投资人 在三六点四八 易估三六点四八的前半年大概 如果这样估 你把它乘以十八倍本一比 大概就这个开头嘛 可是那他筹码很少啦 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这样子嘛 那这样子的时候 投信会进来买嘛 那我这样子的时候 再把它卖给投信嘛 那他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 投信也很光彩啊 因为投信买八开头的 到100000的时候 他们有25%的空间啊 对不对 投信这里一定不会买 他大概这个时候会买 那买了以后到1000 假设到1000 那他有25%的绩效嘛 哇投信这个绩效25%很好了 他不是谢老师啊 那代表什么 这个会不会来 其实很简单 今天上来 有些人就可能是外资买的 不然怎么会涨 197点 今天几乎收在相对高点 你说外资买的 我告诉你啊 外资一定会买 但是他今天没买 外资停下来在看什么 好我们假设要从外资开始看 再重新再看一遍 来 11月14号 跌停135 我为什么老师要拿这张 这个就是 谎间所有分析师的通病 因为他们都是问导游 股票长他就讲 看到跌停从来 从此就不敢讲了 所以11月14号 是所有投顾分析师的分界点 或许有人有讲过这档股票 想要用这档来收肺炎 可是11月14号跌停的时候 他们从此闭嘴的不敢讲 未来会什么时候讲 大概会这样子才会讲 或者这样子 因为投信买了800 假设有800的机会来的时候 800的时候 他们就进来讲了 为什么要收肺炎 然后呢 你看这一天 11月14号 外资做什么动作 11月14号外资卖509张 把他卖509张 所以他跌停 他跌停 好 到今天 我说今天外资有买吗 今天外资连动都没有动 零张 从卖509张1266张 到今天他还1159张 这过程里面 有多少人 看不懂的 我就看不懂的 以为外资卖 就会怕 他就不会怕 这叫做内行的看门 到外行的看热闹 看到外资卖就赶快卖 哎呦 外资也在卖了 然后呢 我这一天已经画给各位看了 11月14号135块 我画给各位看 大不了要整理 可是箭头在这里 箭头在这里 152有没有这样子 152在这里 你看到152 回头去看 152在这里 看到 红K的隔壁这一支 在这里 152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11月14号 今天12号 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你过多钱很厉害 其实多钱很厉害 你这样会买卖 买卖 头进卡还慢 来 你去看 这里叫135 今天呢 今天多少钱 这样会算 135到今天197.5 你告诉我会算吧 这样讲多少 我不要跟你讲10月23号 我跟你讲10月23号 有人会觉得 你没有跟上 可是在这里的时候 外资也卖 今天在这里 这样价差多少 这叫掌完五成还有五成 因为将近五成 掌完一倍还有一倍 你只要看今天来 你只要看今天的图形 你告诉我 昨天收板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我说未来有一天 未来会有一天 我认为 就隔夜今年 今天就12号 在今年里面 有可能会让各位 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 台股一开盘 台湾这档两钱包 一开盘就等于收盘 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看到 有很多人从四重西排队 排到三重谱 要买这档股票 为了并冬的40K 一直败地败地 败到三天 不败买这支股票 因为开盘要涨停锁起来 未来会有两三天的时间 我认为可能在今年 你从筹码就看了 看得很清楚了 你看今天有谁买 你告诉我有谁买 今天没有人买啊 我还是没有买啊 零啊 可是他跟你 就跟你这样拉上来 对不对 就跟你这样拉上来 是不是 我反正就跟人家上来啊 今天金价才193 所以要贪钱 卡电话打电话来 不然是我们的QR Code 留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再会 反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恢复档之财务利益关系 暂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致富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